你在今晚有遇過就是所謂的禁慾性同性戀的這種 就是例子嗎 什麼叫禁慾性戀 就是它本身其實就是 本來是異性戀之類的 然後可是就是在那個就是 同樣性別的環境下 它會產生就是一個類似 類似未同性戀的行為 那就是這場性戀啊不是 呃不是就是 所以我大概同你的意思 但是我不曉得你講的是不是 我那個什麼 我所看到的 就是它其實應該是說 它是異性戀 但是因為在那個封閉的環境裡面 它沒有辦法找那個異性來性交 所以它就找那個同性做性服務 這個我有遇到 對 所以就是內心還是喜歡異性的 對 然後但是也有 我知道有 有那個壽性戀是 家裡有老婆 但是他在裡面他就是 很喜歡去 弄別人的性器官 或者是想要接見別人 這個也有 但是他的太太不曉得 他每次加書寫回去都是 喔我好愛你 對 對 這個很不錯吧 你在性的傾向的事情 對啊 那會不會 請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 你在這樣一個法院的審理過程裡面 你是一個媒體 可是有時候可能採訪的比 法院的審理更重要 或者是更深入的時候 你可能會問到一些可能他們問不到的事 等一下你剛剛提的 你的這個過程裡面 那個 那個 就是 你做一個媒體 你可以去成為政人嗎 或者是 你在做這個報導的時候 你可以去影響 這個判決嗎 你是說我的倫理還是 還是法律上的 對 都有 倫理上 如果我覺得 可能要有實際的事情 但是如果 有些事情 我覺得 說出來 是 比如說 是 他在某種特定的情境下 跟我說的一些事情 那我不應該把它說出去的 那法院 叫我做這種動畫 我是沒有遇到過這種情境 所以我可以很假掰的說 絕對會保護我的消息在裡面 哈哈哈 假如說 你剛剛有稍微 提了一下 就是 船長的私下為人 你可能 有探查到說 他私下 或者說他小時候的行為怎麼樣 那那個 這個是 可能是 例如說 那個法院 他們可能是之前有試的去 去 那個 就是去查被 被告他們的 他們的人格 或者他們的生活背景 或者他們的心生境的狀況 然後剛剛 比較沒有聽到你說 例如說 那個被害人 嗯 他雖然死了不能說話 但是其實還是 可以有很多蛛絲馬跡 其實可以查到說 那個人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那 那 看來可能只有 可能 這個法庭好像是不知道 只有你知道 這個事情 我當然 不可能自己提出來 因為 這是 基本上 好 我如果說得很精確的 這個情形的話 基本上那叫傳聞 傳聞證據 就是說 基本上 法院 即使傳我來 作證 比如說 這個 被告的 律師認為說 這是對被告有利的 他報傳去說 你看 這個記者就說 他去採訪到某某人 聽說他是一個怎樣 但 那畢竟只是聽說 我想律師也不會做這麼 這麼沒有 就是 效力的判斷 就是說 那是一個傳聞 傳聞的傳聞 法院要去做的應該是去 直接去找那個 跟我說的那個人 然後去找出那個 也不能只聽他說 他可能還要去兜很多證據 而且那個是很久以前的事 跟這個會不會有直接關係 但我想你問的問題 也不一定是這樣的例子 可能有更近乎那種 就是比如說我找到了一個什麼東西 可以當證據 那那時候我是什麼身份 我覺得我自己就是 也會要去考察 比如說 我把它當新聞發了 那法院要傳我作證的話 OK啊 那沒有 沒有 比如說 可能會對 告訴我這個消息的 不利的情形的話 也許我是可以去作證的 只要那是我 親身見聞 那跟這件事有直接相關 那就不是傳聞的話 我覺得 OK啊 對 那 你說法院 嗯 但是如果是有 倫理的問題的話 我們記者的倫理就是 比如說 消息來源跟我講什麼 那我如果把消息來源 洩漏出去 或怎麼樣的話 可能會對他這樣不利的話 其實我們 就倫理上來講 是要去保護消息來源的 那法院即使會 像國外有那個 藐視法庭的罪 就是說 之前有 美國有 有記者好像拒絕作證 然後被判刑的例子是有的 但是新聞界 對這樣的情形是肯定的 就是他守住了他的倫理 即使面對刑罰 那那個刑罰 其實 怎麼講 不會太重 也不是不會太重 也不會是不重 我覺得是一個 厲害的權衡啦 如果他是一個 很很重大 比如說 我們 就是國家政府 最喜歡講 這是國家的重大利益 你怎麼可以不說 你不說出來 會導致國家的什麼 損失的時候 外界可能會有不同的評價 那我跟你講 記者自己分寸的拿捏 也可能 多半還是會傾向說 他要把握他的消息來源 你問的是這個嗎 是啊 謝謝 但我沒有遇到這個情形 我說這個話就是 很不負責任的勇敢 那你跟律師會 就是應該會比較 比較 比較有認同感 就是在做這個案子的話 你訪問 檢討跟你訪問律師 你會 應該會比較覺得說 我只站在歷史這一片 對不起 我從來沒訪問過 檢察官 就是 但是他們有發言的機制啊 他們有發言的機制 我問過 那個 就是 地檢署的發言人 我想說 反正你都說光話 那最好 的確是有 這個 瑕疵或爭議 你踩到我的痛腳 哈哈 這不是質疑你啊 沒有沒有 質疑我覺得也OK 就是 我的選擇嘛 那我接受大家的質疑 有人認同 有人質疑 那 起碼就是 我不會讓 不讓檢察官講話 對不對 他們講的話 剛剛就講給你們 哈哈哈哈